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MadeGames做遊戲 這部影片是迷你武士的教學的第六集 那我們這個系列呢即將要完成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們的遊戲已經能夠玩了 那我們接下來今天就是要整理一下整個程式 然後還有讓遊戲可以看起來更好看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血量條 然後還有最後遊戲結束的一個顯示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先讓遊戲看起來比較漂亮 所以我們把這些數據呢我們都可以先隱藏起來 然後接著我們可以讓我們的角色一開始定位到正確的位置 所以我們讓它動作定位到 然後我把它的 我們把它的Y設定成0 然後X設定成P2的話應該是左邊的 所以應該是負的其實 然後另外一邊P1我們就一樣 會設定成0 然後X70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然後 然後接著呢我們要讓玩家比較容易認得哪一個是哪一個角色 所以我們把 我們稍微把P2修改一下 所以我們就只要把它的 刀子的顏色改了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 只要改成一個藍色就好了 所以比如說 像這樣 然後你就 就只要到動畫裡面把它的 刀子的顏色稍微改一下 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閃爍的你就稍微挑深一點的顏色 好,現在我的藍色的武士呢 也已經完成了 然後現在這兩個武士顏色不一樣 就比較容易認得 好 好 那接著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一開始也要讓它先面朝正確的方向 所以這邊 這個是面朝90度沒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 面朝 然後我們把它面朝左邊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們遊戲一開始 就有一個長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加血量條 給每一個玩家都各一個血量條 所以我們到新增角色這邊 選取繪畫 然後我們什麼都不用畫 然後我們要使用筆基 畫筆這個原理來製作 所以如果你沒有畫筆的話 你點這個方格 你就可以進到 這邊有很多其他延伸 然後就選擇畫筆 然後你就會有這些程式方塊跑出來 好 那我可能在這部影片裡面 不會太仔細的講解 就是用畫筆去選擇 去畫東西的原理 但是我可能之後 會再製作一個更詳細的 講解怎麼用畫筆去製作 血量條的一個影片 然後這部影片 主要就是要帶大家 就是完成這個遊戲 所以我可能不會太仔細的去講解 那我們就先 我們來當綠席子被點擊 然後我要重複無限次 然後到畫筆這邊 筆記全部清除 那接著我要建立一個韓式基母 這個叫做 呃 畫 寫樣條 然後接著 我們要來設定它 所以第一個是 X位置 然後第二個設定是 Y位置 然後第三個設定是 長度 然後第四個是寬度 然後接著 長度寬度 然後還有 數值 好 然後我們就 這樣子就可以選確定 好然後我們把這個呢也放進來這裡 然後我們就來開始設定 所以先定位到 然後這個X呢 我們要寫 嗯 X位置 然後 減掉 所以X位置 減掉 然後 嗯 長度 除以2 所以 它的X是長這樣 然後把這個移到這裡來 然後Y呢就定位到Y位置就可以 然後 我們到畫筆這邊 呃 我們可以將它的寬度 所以先到 筆跡寬度 然後我們這邊筆跡寬度 設為 寬度 然後再加 5 5左右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是 等於有一個邊框 然後我們再把筆跡顏色 設為黑色 我們要做成一個黑色邊框 然後 然後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可以讓它開始畫 所以 下筆 然後我需要讓它 呃 X改變 然後要改變多少 要改變長度這麼多 然後接著我要讓它 先 停筆 所以目前的話我們就是先 畫出這個 呃 底層的 一個 外框 那接著我要讓它停筆 然後回到這個 原本這個位置 所以 我再複製一個這個 接起來到這裡 所以它回到原本的位置 然後接著 我要讓它 我要再重新設定這幾個東西 所以 嗯 我們等於是可以再複製這一串 然後 接到這個底下 然後 寬度呢我們改成寬度就夠了 然後接著 顏色我們可以自己設定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 比如說 呃 呃 呃 像是這樣子的 綠色 然後一樣是下筆 然後X這邊改變不是長度 這邊要改成 呃 長度 但是要乘以 呃 數值 那這個數值呢 我們是用 百分比的 所以就是 呃 百分之多少 就是 總量的百分之多少 然後我們只要 將那個長度乘以這個百分之多少 它就會 就只會到那一個位置而已 然後 接著再讓它 最後 再讓它 停比 然後現在如果我們這邊先測試看看 我們先讓它 定位到X位置0 Y位置0 長度30 然後 寬度 設定成 呃 5 然後 數值呢我們設定成0.5 然後我們可以試試看 所以現在我有一個很基本的寫量條 在中間 好那接著呢 我要讓它 先畫出P1 就是玩家E的寫量條 所以我們到 登側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舞台的背景編號 我們這邊可以選擇改成P1 的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選 血量 但是呢我們不能直接把血量放進去 所以我們要 血量除以 100 因為 這樣子就會知道它是百分之多少的血量 然後我們把這個放到這個數值裡面的位置 然後 然後 X位置跟Y位置呢 我們一樣是用P1 所以我們把這個複製起來 P1的 X座標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接著 P1的 Y座標 但是呢我們要讓它 呃 P1的Y座標 然後再減掉 比如說 可能是35左右 35 那這樣子的話呢它就會 會定位到 呃 噢不對 我這邊一定是負的 所以那我這邊改成 35 然後它就會在玩家底下 好然後這樣子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呢 它就會定位到 我的玩家底下 然後 它會正確的顯示玩家的血量 所以我如果 被打到太多下 它的血量就會減少 然後它會跟著玩家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可以複製這個程式方塊呢 然後把這個改成 呃 P2 的 X座標 P2的 Y座標 然後最後 P2的 血量 然後 血量應該是在這 好然後 現在我們就有兩個完整的血量條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呃 它是顯示的是正確的數值 所以 呃 我現在就可以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可以正確的顯示 玩家目前的血量 然後 現在的問題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如果 血量少於0的話 它就會繼續往後 然後它就會超過這個數值 所以接著我們就要來寫一個 遊戲結束的判定 然後讓 血量少於0的時候 遊戲就可以結束 所以我們到 在這邊再新增一個角色 然後我們到用文字這邊 然後寫 呃 紅色 勝利 然後 我們就把顏色設定成 紅色的 然後可能如果不夠明顯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定位到00 那可能這顏色有點太醜了 然後把它改成淺一點的嗎 或者是直接改成白色 然後我們有一個紅色勝利 然後我們有一個藍色勝利 所以 然後我們有兩個 這兩個勝利的之後 我們就到 呃 事件這邊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結束的程式 所以 重複線是 如果 然後 小於 然後我們再拉一個 呃 舞台的背景編號呢 這邊改成 p1的 血量 小於 然後這邊呢我們可以寫 小於0 那這樣代表就是p1 p1死掉了 所以等於是p2勝利 所以 嗯 我們這邊呢就 我們先要一個廣播 所以我們到 廣播訊息這邊 我們廣播 然後 藍 上利 然後 我們可以複製這個 然後 將這個改成p2 的 血量小於0 然後這邊呢 再新增一個 好 然後 有這兩個之後呢 我希望讓 他一開始 好的 所以他遊戲開始的時候應該是 呃 應該是隱藏 所以 遊戲開始是隱藏 然後 如果 有任何一方已經 呃 勝利了 那就是顯示 然後廣播這個勝利完之後呢 我希望他 停止全部 好 那我們廣播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這個 這個角色呢 可以在他 他如果勝利的話 他就移到最上層 所以我們到 呃 當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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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勝利 我們到外觀這邊 然後 呃 我們可以讓他 圖層移到最上層 然後我們可以複製這座城市 移到這個上面 然後我們這邊把它改成 當接收到 紅勝利 好然後我們現在呢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我們的遊戲 呃 左右移動沒有問題 然後 這個 暈眩也沒有問題 然後 呃 如果我將另外一個人擊倒 哦 好那我應該是兩個寫法 呃 看一下 哦 OK造型我沒有改變他的造型 所以 這邊造型要換成 我們來看一下 呃 藍色 紅色勝利是造型1 所以 如果 所以這應該是改成造型1 好 我們再試一次 呃 好 我就先不擋 OK 藍色勝利 好這樣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 呃 紅色勝利 OK好 所以這個遊戲呢 大概就是這樣了 這其實是一個很基本的遊戲 但是我覺得其實最主要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嗯 這兩個玩家的互動就是 你不能夠一直只攻擊而已 因為你如果一直攻擊的話 對方只要擋你一下 他就可以重重的反擊 所以這個是我設計這個遊戲 就是最核心的 呃 等於算是遊戲的結構 就是 呃 你不能一直拼命攻擊 你要思考你要怎麼樣去對付對方的招式 然後如果兩方都很會玩這個遊戲的話 其實玩起來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是你可以看到兩個人就是 互相在做假動作 然後想要去騙對方 去格擋 或者是去蓄力攻擊這樣 那 呃 我們這邊這次這樣學到的東西 大概就是 呃 怎麼使用 呃 限制於角色裡面的變數 然後 因為這些變數的好處就是 你在複製一個角色 或者是在分 分成分身的時候呢 它能夠被 那個變數也會跟著被複製 然後不會像是 呃 一般的變數 它就是變成是說 你要做一個新的角色 那你要再做一大堆新的變數這樣子 那 希望這次的課程能夠讓你更了解就是 怎麼樣運用變數 然後還有運用韓式 讓你寫程式的模式 可以更有效率 那我這部影片大概就先講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東西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按個讚還有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